另外桃园大潭电厂又产出争议了 桃园区渔会不满电厂进行清淤工程 没有事先沟通 导致渔场遭受破坏 渔货量锐减 因此集结了上百艘渔船高挂步调抗议 对此台电回应 电厂所在的渔场位置 隶属中立区渔会的范围 不过也会同时跟桃园区的渔会联系 等抗议结束后再继续协调 上百艘渔船集结海面 不过他们可不是要进行捕捞作业 而是要向大潭电厂表达渔民的不满声音 高挂白布条上头写着 大潭电厂损断渔民权益 原来大潭电厂日前在进水口清淤输郡 工作船满在淤泥进出海域 破坏渔业资源导致渔户锐减 事先却连个招呼也不打 才让渔民气愤难耐 台电有派一些人过来讲 但是他们都没有办法做决策 如果高层来有办法做决策 至少给我们的生活 基本生活补助就好了 我们诉求很简单 但渔民不满情绪 看在台电眼里也有话要说 大潭电厂 事实上它所在的渔场是中立区渔会 不是桃园区渔会 这个工程在事先都有跟中立区渔会那边 做说明都有做一些补偿 桃园区渔会也是比较靠近 也比较属于是我们林口发电厂 这边的一个回馈区域 双方对于回馈范围无法达成共识 未来恐怕还得坐下来好好协调 找出两全其美的平衡点 今天旅选长谈论报导